我向前走 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恐惧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有你这光 就去藏黑暗 就去所有的负担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也许世界就这样 午夜还在路上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是人眼眶 又不敢落落 对着头期待白昼 接受所有的嘲讽 想着风拥抱彩虹 勇敢的向前走 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恐惧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有你这光 就去藏黑暗 就去所有的负担 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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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还可别好天 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恐惧 不能找到答案 快出去 快出去 哪怕有你这光 就去藏黑暗 有一关中的地点 美丽 就算你所踪破血流 也要为我重结一本的纳楼 你们走 你们都可能看掉的是上坏人 上坏人 有吗 韩国家住 路航 韩国家住 由己党 瞄计 类伏一刻 幸福一家 破口河州 听他们日出日落 被人家 但他们无恋无悔 你所生啊 好 大家晚上好 兴奋美丽 各位 我是今天晚上会议的主持人 欢迎大家出席我们今天晚上 非常棒的一个会议 尤其是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 为什么呢 因为7月份是我们下半年的开始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有自己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Kid Start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这一堂课 就是所谓的MDO 新直销商训练会 各位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里 有新朋友 有老朋友 很多问过我 新朋友 第一堂课除了OPP过后 接下来要听什么课呢 当然听完OPP完过后 用了产品过后 接下来兴奋美丽的心情 要让它继续燃烧下去 就是要知道如何开始 各位 所以呢今天晚上的这一堂课呢 是你一定要来学习的 因为跨出永久的第一个门槛呢 MDO是最重要的 当然 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是 如果老伙伴来讲的话呢 今天呢 OK 如果你已经梦想实现一半的 今年的目标 2023年的目标 已经实现了一半 那接下来呢 如何再继续的冲刺 那是更重要的 所以各位 Are you ready? Ready的朋友呢 打上一号好不好 就证明你听到我在讲什么 Ready没有 Ready的打上一号 OK 三条一 四条一都可以 OK 让我看到你兴奋的心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晚上 不管是亲朋友 老朋友 一定会让你燃烧 然后让你业绩爆爆爆 OK 好 所以呢 哇我看到很多很多人的反应 所以呢我相信呢 每一个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呢 今天呢 我们这一堂课呢 这么重要 一定要邀请 一位非常重要级的人物 那我也非常的荣幸呢 我们代表团队呢 邀请到我们这一位主角贵宾 在很多年以前 在十几年前 那我们就一直以来呢 OK 都看到杂志 从杂志上 然后又或者是有机会到台 就出席公司的大会的会议都好呢 就只能够奄奄的看到他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不断的上台拿奖 不断上台拿奖 然后呢 杂志呢 也不断的 就是在上 所以我们都看到 哇 这真的是我们的偶像 那在 就偶然的机会之下呢 我们有机会呢 接触了 这位很棒的主角贵宾 然后过后呢 向他学习 其中这一堂课呢 OK 我们所有的秘诀呢 都在里面的 然后其中这这堂课呢 也是让我获益 非常多的一个 一堂课来的 所以各位 你期不期待呢 也像我们这样子呢 然后有非常棒的一个成长 所以今天晚上这堂课 你一定要来 因为呢 这位主角贵宾呢 也曾经就是我们的贵人 所以呢 我们把他请来 也跟他分享 让你的业绩一起 爆爆爆好不好 好的朋友 打上 八八八好不好 OK好 这位主角贵宾呢 OK 他来头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他曾经呢 是全马第一位呢 在大学里面 写上传销论文的作者 各位 书读很多 写 我们讲说 写传销的故事很多 可是然后当大学承认的 而且是变成论文的 而且还留在大学里面的 我相信呢 这位作者呢 目前呢 是头一位 所以呢 各位 你待会呢 要非常的详细的 认真听下去 他跟你分析 到底多层传销 是有多么有魅力的 然后呢 作为主角贵宾呢 他也曾经是任职 让大家都非常羡慕的 高薪的白领 因为呢 他曾经是一位 银行的主管 而且呢 他后来 虽然收入很高 但依然绝然的加入了永久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永久魅力有多大 对不对 而且呢 他曾经是 气界连贯 OK 连续拿到 我们讲的 那个Eagle Sapphire 这巨银蓝宝石经理 所以呢 这来头肯定要让你呢 今天晚上睡不着 因为他的成就呢 他不只是一个国际演说家 他更是一位实践家 OK 而且呢 连续八次呢 获得冠军啊 就是全球华人业绩的冠军 八连冠 然后两年内呢 更重要的就是 不只是选头 拿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 实战的业绩呢 让他在两年里面呢 全球的业绩了 这个百万奖金的分红呢 就在他手上拿下了 所以两年里面呢 就拿下了百万分红 所以各位 今天你们来对地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学习到的呢 不只是理论 更重要的东西就是 我们不要理论 我们要实战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来对了 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OK 我们这位组长贵宾呢 他的成就呢 被马来西亚的直较工会承认 而且呢 颁发了 OK 接触企业家的荣誉 连续世界哦 而且呢 他所创办的BOI系统呢 已经成为全球最多位 CBM 我们的分红经理 还有Eagle's Manager 我们的聚意经理 最多成员的一个组织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连续啊 OK 几年里面呢 写算 撰写了非常棒的一个书籍 其中一本呢 就是巅峰人生 还有就是 Satu Juta Bukan Wang OK 所以这边各位 你拿到了吗 他也就是我们的 大马popular 大众书籍的参销书作者之一 所以各位 事不宜迟 我相信你听完 这样子的介绍来讲的话呢 我相信你已经期待了 所以各位 打上你的888 一起欢迎 我们今天晚上的 OK 组长贵宾 因为呢 这个组长贵宾的 值得你期待 而且一定要好好跟他学习 准备好你的笔记 因为呢 他不只是做到了 刚才前面所讲的 更要恭喜 我们这位组长贵宾 他刚刚我们获得新的消息 他完成了2500箱 OK 就是我们的那个 国际Ready的2500箱CC 所以呢 我们掌声欢迎 OK 抓上你一排的爱心 OK 让我们的组长贵宾 感受到你的热情 欢迎 DATOB 我们的DATOB Dr. Desmond Kong 蓝钻石经理 哈喽 大家 晚上好 来 听到吗 听到我的声音吗 看到我吗 来听到的 给我一个E 还有吗 给我一个E 来 听到我的声音了 欢迎大家 非常高兴 因为很快 我们就进入了 第二 第二个下半年了 第二个半年 所以很紧张 我知道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 2500箱 所以很努力 很努力的 因为明年在印度 所以更重要是我们这边有没有新人 来 有没有谁是新加入的 比较重要 有没有新加入的 来朋友打一个咪给我 有没有新加入的朋友 来打一个咪来 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新传较商训练会 对不对 那么有谁是新的 有没有 就是不超过两个月的加入 来打一个咪看一看 来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因为这堂课对你们来讲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 他们听了我们的GP 听了这个创业说明会 很兴奋 然后很兴奋又睡不着 然后睡不着还不用紧 他不懂杨座 那个才恐怖 他不懂杨座 他睡不着又不懂杨座 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来 教 有些就不敢做 有些是不会做 有些不敢做 最恐怖是那些乱乱做的 有些是听不着 乱乱做的 这个是最恐怖的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堂这样子的课程 新传较商训练会就让大家 很容易的明白 怎样一步一脚印的 怎么观念 什么态度 什么方法来做 就是一堂课罢了 你就知道了 我应该要怎样开始 来从事 永久这个事业好不好 OK 我先分享我的slide 整个课程里面 我们会讲到什么东西 我们会讲到这个东西 OK 我们会讲到什么 两个观念 四个态度 跟五大步骤 我们今天会谈 十一样东西 十一样东西 OK 所以开始我们来看观念 什么观念最重要的 很多人都喜欢问什么 很喜欢问 上线 叫上线 上线 还是他都想问你 到底怎样做的这个事业 其实怎样做 那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做 这观念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相信我 如果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 我教你怎样做 OK 我保证你 你做不到一个月 你就放弃了的 你明白吗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你为什么要做 你不懂 啊 有些人问你你啊 啊 举例啊 我们问一个朋友了 哎 你为什么你加入Foiver 啊 他想很久哦 啊 想很久了 啊 有些就讲啊 啊 因为啊 我表哥咯 来我的家讲到三更半夜啊 都不要走 啊 那么啊 我就签咯 签了他就走咯 啊 来问大家 你觉得这种人会成功吗 啊 那些啊 然后我表哥啊 什么朋友 啊 会不会成功 我不会成功的 啊 我保证这种人不会成功的 啊 你真正会成功的咯 他一定懂哦 他为什么要做 那么今天呢 今天呢 我就要告诉你们哦 为什么年轻人哦 一定要选择这个行业来做 OK 我在很多年前啊 啊 我在很多年前 在大学的时候啊 大概是19 1992 1993年的时候 OK 我就很荣幸哦 我接触了这个杂志 啊 我一个好朋友 他就做了 做这个啊 做传销了啊 做很疯 那么他也知道 如果要跟我讲传销啊 我一定打架的 一定跟他骂的 因为我们排斥了 我们排斥这个事业的 那么他就有一天哦 就看到我在图书馆哦 他就拿着这个资料哦 又丢在我的桌子上哦 他就跑掉了 你知道吗 我不懂什么事了啊 他就跑掉了 那么我就拿来看 我看一下哦 这个杂志哦 我看到我越看越不对路 你知道吗 你看他讲什么吗 他讲 there are over 500,000 millionaires in the USA and 20% of them made their fortune in the last six years in multi-level marketing 他讲美国超过哦 50万啊 500,000个版本哦 其中20%哦 是从事传销啊 而且只花了6年的时间哦 就赚起百万了 你知道吗 我当天晚上我睡不着 我用计算机来算哦 我说不可能的 你卖到手段缴残费啊 你卖那些啊 什么洗法经啊 什么啊 啊 sample啊 有没有那些冲凉的啊 你看你卖这东西哦 牙膏啊 你不可能啊 赚百万的啊 你卖到手段缴残费 也不可能赚百万 啊 结果我就做什么 结果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哦 我最后的两年哦 我要写我的论文哦 啊 我就选择了啊 我要来研究这个事业 multi-level marketing 什么来的这个事业 这什么6年可以赚百万美金啊 不是百万马币啊 是百万美金 你知道吗 这个研究啊 结果呢 我就啊完成了这一本论文 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 马来西亚第一本大学传销论文啊 就是这一本啊 在UTM啊 你今天去公益大学 马来西亚的公益大学 你还可以找到我的论文啊 啊 我论文是Score A的 Score A的 当然今天我研究 我也没有做 我没有做 为什么啊 因为还有一些东 一些地方哦 我是啊 接受不到 所以我没有做 啊 直到我出来 啊 直到我出来哦 啊 啊我有幸啊在199798年我出来毕业出来之后我上班 我做工 又一到金融啊经济不景气那时候啊啊经济大衰退哦 那么啊我的学长 他就带我来加入的这个公司哦叫Forever的啊 当时我来到这个公司哦啊 这个是我之前啊在银行上班的啊样子很年轻哦 啊这个是我太太啊 我太太也是做保险业务员哦 OK啊也是啊 Top啊 全部都是Top啊 啊 我也是Top Performance啊 在这个啊大众银行啊 Public Bank 那么在1997年呢 啊 我遇到了Forever里面哦 我们就爱上了的啊 爱上了Forever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哦 就跟他商量 就跟他讲哦 OK 我们一定啊 我们一定啊 要少一些事业哦 可以啊 终身奉的 就是我们做一次 我们可以享受一辈子的事业啊 因为我们做Sales啊 我们做Sales啊 我们是不可以啊 做一下子享受一辈子的吗 不可以 那么我们就啊 选择了Forever 我们就决定啊 两个啊 决定啊 来Forever啊 就拼打拼 啊 那没有想到啊 短短的五年时间 应该不到五年啊 四年多的时间哦 我们就赚到人生的第一个 一百万啊 那么就说这个杂志讲的 不是骗人的啊 是真的哦 真的是可以赚百万啊 为什么 因为公司不一样啊 啊 五十多间我研究 我都没有做 直到一到Forever哦 一到永久 我才开始做的 那么你看到我们的转变啊 从1997年 到2005 到2014 到2018 我们来看哦 啊 在这么二十多年下来哦 你看我们的样子啊 都变了 这个是年轻的样子啊 这个是很有钱的样子 对不对 你看到不一样哦 啊 一看样子就知道赚到钱哦 这个样子对不对 啊 所以没有啊 没有骗你们的啊 如果要骗哦 我们也不会花二十多年来骗你 好不好 这个是很实在的 那么在那个时候哦 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们会来看 会重新来看这个事业 啊 要感谢一个人哦 啊 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个哦 Robert Kiyosaki 你知道吗 那么这个人哦 他在1997年啊 97年他就出了一本书 叫做富爸爸穷爸爸你知道吗 啊 当时我们就拿来买来看吗 一看了之后就了解到啊 他讲什么 他讲的 The richest people in the world look for and build network Everyone else look for work 他讲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哦 全部都是做network的 都是有组织的啊 那么其他人呢就是找工作的啊 上班 那么我们看哦 在在看里面的东西哦 就发现到啊 哎 原来他把啊 我们人啊 赚钱的方法啊 放在四个项线里面哦 啊 那么他还写了这本书 商学院哦 要怎样来做生意啊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哦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观念很重要吗 啊 这么这么奇怪 今天你们来到啊 你听一个人讲 听一个Dato啊 在讲什么 在讲这个一个事业 那么你要了解吗 他为什么啊 为什么Dato来做这个事业 重点是在这边 为什么Top Student来做这个事业 那么他写商学院讲什么 如果我们要做生意哦 啊 人脉自负大启爆哦 要做生意哦 他里面只提一个生意罢了哦 就是什么 就是network marketing 他没有提其他的事业啊 啊 好像我太太做过的保险啊 什么反地产啊 什么unitrust 他全部都没有提哦 他只是提什么 他只是提network marketing 那么里面也讲到什么 他讲到啊 这个事业啊 已经产生了比世界历史上啊 任何一个行业 更多的millionaire 那么我经理在想啊 如果今天我要做millionaire 我要成为百万富翁 我肯定选一个啊 一个行业啊 是创造最多百万富翁的行业 那么我成为百万富翁的机率 就比较高嘛 对不对 来谁同意我讲的 来打一个yes来看一看 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百万富翁 我们一定要选一个行业 是创造最多millionaire的嘛 对不对 啊 你认同我你打一个yes 不可能去找一个行业啊 才有两三个millionaire 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成为millionaire 不可能 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机会啊 我们就来了 那么也刚好他的书里面啊 交代了这个东西 啊 如果今天你要赚钱 ok 很多人都用时间来换的看到吗 时间那个是传统的观念 啊 有这种人啊 上班人啊 上班的人啊 好像我啊 以前哦 我在哪里 我在银行上班 在上班为别人工作 有没有钱 没有钱 啊 没有钱的 啊 那么有些人比较厉害的啊 他觉得哦 哎 我可以为自己工作啊 不需要为别人工作啊 我做什么 我做小生意啊 或者我做一个专业人士啊 我做一个律师啊 一个医生啊 或者一个会计师啊 我开自己的律师楼啊 开自己的啊 这个啊 成所啊 开自己的啊 这个会计楼啊 对不对 不过好消息哦 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 为自己工作啊 你也不一定会成功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这边呢 是用自己的时间来换钱 看到吗 啊 你没有做就没有钱了的 我管你是医生还是医生 是律师 你没有做 你是没有钱了 你看你上班也是一样 那么这边的人都赚到什么 他都用时间来赚换钱的 那么他赚到赚到什么 赚到压力 压力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压力 啊 很多人年轻就有血压高了 压力 工作压力很大 对不对 那么今天他讲什么 啊 如果今天我们要很有钱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来做这个企业家观念 就跳过来 为什么 因为你跳过来哦 就把整个游戏哦 倒反来玩了哦 以前你是帮别人工作 现在是别人跟你工作 你知道吗 你做什么 你做企业家 明白吧 啊 然后你请很多人来跟你做工 啊 很多啦 马来西亚 所有赚百万千万亿万的啊 啊 你知道了 前十名的 啊 最有钱的人在马来西亚 都是这边 都是比来的 企业家 就是很多人跟他打工的 明白吗 啊 所以这个啊 不是猜啊 不是不是理念的啊 理念不值钱啊 理念不值钱啊 真正实实在在发生的东西 或者你成为投资家 那么所有企业家成功了之后呢 他们可能都会啊 用钱来滚钱啊 用金钱来为你工作啊 用钱来投资啊 来赚更多的钱 OK 那么今天呢 我不会跟大家讲投资了 因为投资 他怎样都好 他有风险啊 他有风险 那么这边成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用备争时间啊 啊 之前是换钱哦 这边是真正的赚钱 啊 为什么一当你备争了时间 你找了很多人 很多人的时间 就算你的时间里面哦 你时间多了的话 很自然的 你的钱也会变多吗 多时间就等于多金钱吗 那么你赚到不是压力哦 你赚到是一个东西哦 叫做自由 啊 这边谁很喜欢自由的 有没有 来打个1给我看 这边谁想自由的 啊 对不对 打一个1给我看 啊 这很重要 所以今天 各位朋友 你们进到来哦 我主要的工作是告诉你 观念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业 因为如果这个事业是在上班 我跟你讲其他的工作去上班 你不要浪费你时间哦 你可以现在就出去睡觉了 啊 不要浪费你时间 那么今天你来 你要很清楚你为什么要做 因为我们要成为企业家 好不好 成为企业家 那么投资的人呢 很多人呢 在啊啊 我们讲的是谁啊 做小生意的啊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3万间哦 在来 在mco的时候就倒闭 倒闭 那么反地产也是一样哦 很多人很喜欢买啊 投资 property 投资property 你看哦 property的index哦 是 掉 这他可能会掉的啊 他不会说一定上的哦 他会掉会上会掉会上 你那时候是掉啊 一直在掉掉掉掉 所以为什么现在啊 你去lay long 你可以找很多的 因为很多年轻人公布到房子 为什么他以为这个房子 一买两年就赚钱了吗 怎么知道一掉啊 这种就是投资家 没有basic 没有b 想做i的人啊 这个是他们的后果 好不好 不要乱乱去投资 好不好 你要先把你的啊 企业做好 那么你投资哦 你就不会烧到手 不会有问题 那么还有一些投资股票的啊 我们这个啊 朋友啊 日本的富豪 明白吧 啊 他做什么 他就以为哦 哎 去投资股票吗 有的做呢 就产赔了1.72亿耶 1.72亿 你看到吗 44亿日元啊 我不算44亿 一大笔钱可以捐给多少人啊 可以成就多少人的 真是啊 会很不已啊 你看到吗 大概钱本来可以捐给人 他就是啊 去以为投资可以赚钱啊 去投 结果呢 输到完啊 输了几亿 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不跟你们讲投资 我跟你们讲做生意 那么做生意 他有分几种的啊 我们今天来学习啊 做生意啊 做生意分几种的 第一种生意是蜘蛛式商法 就是你开间店哦 像这个蜘蛛精一样 看到吗 什么叫蜘蛛精 你开间店 你这一个网 等顾客上门的啊 有昆虫飞过来连住你就有的吃咯 有顾客来吗 对不对 如果没有顾客来呢 吃自己 明白吗 那么这种啊 就是死最多的啊 那时候啊 MCO来 死最多是蜘蛛精 啊 那些做生意的啊 做做啊 开店啊 做是死很多 因为不可以开吗 啊 吃自己了吗 那么这种生意 他缺点是高资金 你要很多钱 开一间店 你也高风险 为什么投资了很多钱 然后时间限制哦 你一间店最多开24个小时 你不要睡觉哦 你开24小时罢了 这那个是你的限制 然后还有什么 第七限制 你开这个地方 举例你开在关单啊 我的啊 我的家乡 你开在关单哦 就只有关单人来啊 帮你买咯 来光顾你咯 那么其他的地方呢 他不会来的吗 所以他的时间 就限制做这种生意哦 所以不好做的 这个是第一代的商法 那么去到第二代商法 叫蜜蜂式商法 蜜蜂式商法就说 哎 你要聪明了 这个老板 他讲我不要做蜘蛛了 不要做蜘蛛精 啊 我蜜蜂的话 我可以请啊 请什么 请那些servis man 请那些工蜂啊 啊 去把生意找回来 因为他有什么 他要突破时间的限制 他要突破地区的限制 明白吗 他找了5个servis man 每个servis man 卖他8个小时一天 那么他有40个小时了哦 5成840吗 他就赢过这个蜘蛛精了吗 蜘蛛精就有24个小时吗 如果不要睡觉啊 24小时 那么他有40个小时 他赢了 他如果觉得要多 他还可以请更多的工蜂 请更多的servis man 去把花蜜啊 采回来 那么他就做了那个啊 这个个蜂后咯 啊蜂王 他做了蜂王咯 他就那边吃到最肥那个咯 那么这个生意好不好 如果你是蜂王很好 问题如果你是工蜂一点都不好 为什么啊 因为工蜂都是累死的 你做到半死哦 赚最多钱是你老板对不对 啊所以哦 不过这个老板聪明啊 他突破了这两个东西 时间增加了 然后第七他也增加了哦 这servis man可以跑去啊 举例关单 跑去吉伦坡把生意带回来哦 啊跑去冰城把生意带回来哦 跑去新山把生意带回来哦 跑去沙巴沙拉把生意带回来哦 他可以做到这样啊 所以这个是密封式商法 那么去到第三代的商法哦 更厉害了 更at once 啊更先进叫做 franchise 五公式商法 五公式商法就是什么 就啊 例如我们在马来西亚 就是我们时常听到的 McDonald啊 KFC啊 Ottow啊 你知道吗 这些 Starbuck啊 这些是开分店的 Franchise 那么Franchise的话呢 好不好 很好啊 所以你如果你听到有名的Franchise 然后几乎哦 都是赚钱的 赚钱的Franchise 我我曾经也想过要做Franchise 我曾经想过了 OK啊 问题哦 当我去了解之后哦 原来哦 这做Franchise要很庞大的开始资金耶 如果我们讲名牌啦 KFC啊 或者McDonald这些名牌哦 你要过百万的你知道吗 啊 有没有50千可以开McDonald的 有没有 来 各位朋友 你们觉得50千可以开吗 啊 你慢慢等好不好 啊 没有的 啊 没有那些过百万的吗 那么我也想开吗 问题哦 要百万哦 我没有哦 那么我爸爸妈妈也没有哦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东西跟我有没有关系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所以结果呢 我都不要做了 我没有去想这个Franchise了哦 然后还要庞大的基本开销哦 你要请很多人啊 来做工哦 啊 如果做不好哦 你要赔钱哦 所以这个生意啊 我也没有去做 然后到第四代哦 这21世纪哦 就跑出一个新的模式哦 新的创业的模式哦 叫什么 叫做病毒事伤法 啊 大家以前都不懂这个东西啊 我们以前讲讲讲 人传人人传人很恐怖 他们看不到的 什么来的人传人啊 当MCO来的时候啊 当这个啊 啊 Covid来的时候啊 哎 大家突然间哦 变成明白了 这个东西 他知道人传人很恐怖哎 他知道人传人可以把全世界的国家 全部lock down 全部lock down下来 你知道吗 啊 啊 从武汉开始啊 才一两个人开始啊 多多多多多 搞到全世界几 几十万几百万啊 的人啊 中你要吗 中招耶 你要吗 人传人厉害不厉害 非常厉害 这个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商业模式 啊 最厉害的一个行销商法 低资金 啊 低资金 不用本钱 不用很大的本钱 没有风险 人传人来倍增 你要吗 人传人很恐怖的 这个是电传 这个是人传人哦 人是无恐怖路啊 什么啊 弄弄拉拉都可以进到 你知道吗 然后线上线下都可以 应做那个很恐怖哎 你要做online也可以 要做offline也可以啊 而且他很公平的机会 OK 而且你可以得到啊 最完美的啊 你要的东西 健康财富自由 全部你可以 少到完 所以这个就是啊 我看到的啊 我们一些年轻的没有钱 又想创业 最好的机会就做这个 而且这个不是我看到啊 Robert Kiyosaki也看到啊 他写成一本书 就是他的啊 那个啊啊啊 这个啊 Business School商学院 他就把这个啊商业模式啊 放在商学院的书里面 所以结果啊 这个事业的就爆了 就开始爆啊 OK 那么这个事业啊 这三个行业都是三大趋势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除了刚才我讲的商业模式 Network Marketing 那么下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啊 就是online Marketing 就是我们要啊 开始要懂得啊 怎样啊 线上 像今天的会议 以前没有的 以前你要见我的 然后我们去租一个 酒啊 一个什么饭店啊 然后一个hotel啊 然后租一个hold啊 然后你们就进来啊 在听我讲课啊 现在你可以在线上 明白啊 online online就可以讲啊 online就可以讲了 好不好 一下子可以跟百人千人讲课 所以这个很重要 然后还有什么 health and wellness OK 大健康跟保健行业啊 是未来啊 巨大的一个趋势啊 巨大的一个趋势 我们讲不是讲义 不是讲义啊 是讲多少兆啊 兆你知道吗 多少兆的业绩啊 会从这个 大健康跟保健行业啊 爆出来 所以今天如果你们要做生意 你们没有做到这三个趋势的话啊 啊 我也不懂 你会要讲来发达 你要讲来发财 啊 这比较难 你发财的机会 就变很渺茫了 如果你选对 趋势 你就会赢 好不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哦 传交在过去啊 过去2001年 到2020年啊 就是这20年啊 马来西亚这20年的啊 这个啊 传销这个行业啊 是 持续成长 你知道吗 那持续 你看到那个图吗 是持续成长哦 在2020年哦 在这个COVID啊 经济最不好的时候啊 它竟然呢 可以成长29个% 你们想一想啊 29个%成长 经济最不好的时候 成长29个% 如果这种生意都不可以做 我不懂什么生意可以做了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得懂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观念好不好 啊 要成功 不可以上班 要成功 一定要企业家观念 要选什么企业 一定要懂得选这些啊 你知道吗 不受经济影响哦 一直在涨的行业 好不好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啊 这个MCO的啊 收入啊 平均每个的想奖金啊 从百多千啊 就涨到去200多千啊 几乎两倍 跳double 人家讲生意倒 生意倒 生意倒 我们谁是涨double 很恐怖的 这个是每一个月的收入啊 每个月的收入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年中花红 这个更恐怖啊 啊 我们的年中花红 既然啊 涨了啊 200多个% 你知道吗 你们听好好啊 200多个%啊 啊 我们的分红 啊 这个是我拿到啊 全球 第四大的粉红啊 全球啊 那时候我们在阿布达比 去年 在阿布达比拿到这个粉红啊 是全世界排第四 第四高的粉红啊 OK 我们来看一看 你们听到吗 来 你们听到吗 听到了打一个二给我看 听到吗 听到吗 你们 OK 听到吗 OK 来我再卸过啊 来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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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我们非常感谢,那是一个很厉害的训练 你们帮助我们通过它,我们非常感谢你做的 这些人是很棒的,我们爱他们,他们很棒的领导 在 Malaysia,你们准备了吗? 让我们开玩 Show me the money 你们看到吗?很恐怖 每一个月给你这么多钱了 从百多钱涨到200多钱 年尾还要给你一个634千美金的花红 你知道吗?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来 各位朋友 那个概念就是啊,250多万啊 在三天后啊,直接进入我的银行 OK,这个公司是很恐怖的公司啊 250多万,如果你来除 你来除啊,365天啊 大概每一天就7000多块 就是说今天你想一想,你躺着啊,你躺着 你进入了企业家观念,你躺着睡觉每一天 7000多块给你 你今天用不完,明天来到7000多块 明天用不完,后天又再来7000多块 有没有烦恼?我告诉你很多烦恼 这个就是你要懂观念 做什么我们要做啊,我们要做,让钱来追我们 所以很重要的,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再来看啊,这个就是大概我们的观念哦 为什么我们要做? 有些人有不同的观念啊,我给你看是看我的观念啊 为什么我做,而且我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得到什么东西,那么大家就加入这个事业啊 基本上啊,第一 第一种啊,是薪水不够用 他想增加额外的收入的,有没有这种人? 来,有打一个E给我看 有没有这种人? 啊,谁是薪水不够用 想增加额外收入的 我们来看这边有没有,有 肯定有的,啊,第一种人 那么第二种人是什么?因为朋友介绍 他要应酬朋友的,啊,刚才我讲的也是有的 啊,不讲啊,不给钱,他不走,不签他不走 他签了,他就走,也有这种人啊 那第三种是想白手创业 想完成梦想,他梦想很大 ok,上班完成不到,他梦想 他可能要开啊,啊,宾室啊 啊,要住这个洋楼啊,啊 他想白手创业的,也是有 啊,有些是想帮,帮清另一半的 啊,可能他看到他老公做工很辛苦 啊,所以他想帮忙创业一下啊 很多那些,我们讲那些西奈,你知道吗 啊,那些好帅家庭主妇 啊,看到他老公做工啊,从早啊,做到晚哦 而且哦,又没有很多钱 啊,他想帮一下的,有没有这种人来 打一个二来看一看啊,有谁这边 是想帮另一半的,来 打一个二来看一看 看到你老公啊,做工很辛苦的 啊,想帮清一下的,一定有的啊 一定有的很多啊 啊,佛异国很多 这一个 这一个啊,我们讲这个群是很大的 在Forever,ok,然后还有什么,喜欢产品 他想用产品的,有一些啊,因为看到 可能看到人,朋友用到好,他要跟着用 啊,有些喜欢市场,这样也是有 然后还有最后的什么,要啊,可以免费环游世界 啊,这边谁喜欢旅行的,有没有,来打一个山 看有没有人像我这样子的,很喜欢环游世界的,有没有 啊,有吗 啊,如果都有的话,如果刚才你们一二三都打的话呢 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你要来,你已经找到了你的big why啊 为什么你要来做 啊,Forever 啊,来做这个事业 那么今天很重要的啊,为什么五十多间啊 啊,Dato,你做么你五十多间哦 你选Forever呢 你没有看到别的公司吗 OK,今天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传统很好 你选错你不会成功,你要选对 选什么,选Forever为什么,我们来看 这个是Forever的啊,创办人 他名字叫Rex Vaughn 哎,他很有钱啊,他买房地产好像买买买菜一样的 OK,他七百万现金就把新加坡的office买下来哦 很有钱啊,买菜一样啊 OK,他是全全世界啊,四百强的富豪啊 美国反地产大亨 OK,啊,那么最重要是什么 我最喜欢是他的理念 他要有一个可以让人们拥有健康生活和财富丰收的事业 就是哦,你不是得一个啊,你不是二选一啊 你是两个都有,很多人做生意做到很大问题 身体出问题,健康出问题 啊,为什么,他没有产品 明白吗,那么Forever利害什么 他要两个都有,健康生活又有 所以他给很好的产品 然后又可以赚很多钱的 他做到,这个我喜欢 啊,所以为什么我一做,我一跟他合作 一做就做二十多年,就是这个原因哦 那么他怎样哦,把Forever 把永久啊,做到啊 最好,我们来看 我们就看这三个东西 很重要的,公司产品制度没有一个你都不可以做 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啊 少一个都不可以啊,少一个都不可以 那么怎样来看哦 OK,公司我们一定要三个字 够大,够久,够稳 啊,就是大久稳啊 啊,如果不够大,不够久,不够稳啊,不要做 啊,大是什么叫,什么大 什么叫大,你知道吗 大就是啊,一定要有国际市场 像Forever这样 一百六十个国家 明白吗,啊,很大 然后要久,四十五年 OK,我们经历过四次金融风暴 Forever还是很稳 业绩还是在涨啊 这个就是很久 而且他很稳 财力很雄厚啊 而且是零负债 没有跟银行贷款哦 很有钱的公司 所以这个公司哦,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啊,我写报单 肯定可以做,因为我做了二十多年 啊,明白吗 他给我两百多万是立刻就变硬的 你怕他 你去怕别的公司还好 你不用怕他,他很有钱 明白,然后产品 自产自治自销 很重要的,一定要自己供应 你知道吗,颜料他都自己控制 鲁汇自己种啊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鲁汇公司 最大的啊,蜜蜂花粉公司 所以我们全部蜜蜂自己养 鲁汇自己种 连颜料都是自己的 而且自己制造啊 自己的工厂自己制造 你知道吗,所以品质是保证啊 没有问题的 那你不用担心哦 啊,他偷工减料 为什么,因为工厂他自己控制 他不是交给人家做啊 然后他自销 价格他也控制 所以他全部都有,而且他是独特 很难取代的,有专利钱的这个公司 明白,他product没有办法去 模仿啊 去什么,我们讲去 去啊 就是去拷贝 很难 而且他是高品质保证啊 高品质保证 所以产品要看这个 然后第三制度一定要什么 简单 啊,为什么要简单呢 啊,很多人跟我讲哦 哎,制度一定要复杂吗 复杂才赚多一点钱吗 我告诉你说 我跟他们讲你开什么玩笑 我研究50多间哦 很多公司的制度都很复杂的 我说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老板讲哦 因为写到复杂哦 啊,那些传承商看不明白吗 所以我们不用拨这么多钱 他们也不懂吗,你知道吗 啊,你不要开玩笑 如果一个老板要给钱我们哦 要给钱你们哦 他做么要写这么复杂啊 他简简单单开玩给你看啊 我就给你这么多钱对不对 那写到复杂一定有问题了 你知道吗 啊,所以你们要学聪明,你知道吗 啊,要什么,要简单 像Forever没有中班商 没有中班商的 产品直接从美国来就到你手上了 没有BVBV的啊 没有分数的 那BV是搞乱我们的头脑的 一千块给你五百分 给你三百分 什么来的这种 我说你不是老千是什么我讲 明白吗 Forever你卖一千块就给你一千块算奖金 你真的没有BV简单吗 很简单 没有复杂的 而且没有baring 不需要去对碰 啊,去pay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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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打牌一样pay pay pay 复杂 一个公司要给钱你不需要pay的啊 你只有一条墙线 他给完钱你的 在哪里 Forever 如果今天你在Forever你不会成功哦 我告诉你哦 你做哪一个公司都没有用的 你不要不要了你们的时间好不好 啊,你做什么公司你不可能成功 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的公司 拨最多钱的公司你都成功不到 啊,难道你去做两条三条四条五条的 公司你会成功吗 一条你都做不到啊 对不对 想去做两条三条 所以你要想 啊,要想这个东西 好,而且很容易复制哦 全球统一制度哦 今天你在马来西亚你学懂这个制度 你去台湾可以做的 你去香港可以做的 啊,你去哪里去美国可以做的 为什么一制度一样的 全世界统一 而且他最重要是他高利润的 70%的钱的博出来 所以你不要奇怪哦 为什么我们赚这么多钱 为什么我们分龙这么大张 因为他真的很好 这今天你要明白的观念 为什么要选传销 为什么要选Forever 这两个观念哦 啊,清楚吗 来,谁跟到的给我一个二 啊,so far,谁跟到啊 啊,我讲的话的来给我一个二 我们两个观念 为什么做传销 为什么要选择Forever 两个观念清楚 你清楚了 我就教你 什么的态度 什么的方法来做了 如果你观念都不通 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好不好 啊,你做做事啊 你不会做久的啦 因为你根本都不懂 为什么你要做 好不好 OK 如果大家都OK啊 我们进入 四个态度 啊,我们进入四个态度啊 第一个态度什么 我们要排开过期经验 重新新新新学习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什么行业的人 可能你是医生或者律师 你来到Forever哦 我告诉你,你还是要重新学的 为什么 因为医生是你家的事吗 对不对 你来Forever哦 你不是医生吗 这个是多层次传销吗 你要学 你要一个什么空碑的心态 不然的话人家倒水倒不进给你的 我们要教你找不到 为什么 你讲我厉害 我是医生来的 我是律师来的 啊,还是我做过五间了 你做过五间 十间二十间啊 你来还是要空碑 啊,要排开过去经验知道吗 啊,你才有办法去学习的 啊,不然的话呢 没有 我们装不到给你的 啊,马来西亚以前哦 有一个很厉害的啊 守门妍 OK,这个守门妍呢 他名字叫阿罗姆根 啊,谁有听过这个名字的 来打一个啊 打一个E给我看 谁有听过这个名字叫阿罗姆根的 有没有听过这个守门妍 很厉害的 啊,一个啊 他有一个花名叫做蜘蛛 蜘蛇 Spider-Man 为什么 因为他很厉害嘛 人家射啊 很难进他的狗的哦 他可以好像会飞的哦 好像那个蜘蛛侠这样哦 Spider-Man 很厉害的 OK 啊,那么啊 有一天哦 这个阿罗姆根哦 在走路啊 在走路的时候啊 突然间他看到啊 哎 一个高楼着火 你知道吗 高楼着火 哇,很多人围在那边哦 然后就看到哦 刚好上面哦 一个啊 一个小孩 哇,那小孩哦 才啊,五六岁罢了 你知道吗 五六岁哦 已经啊 火已经烧到上去了啊 OK 他在第十楼啊 那个火已经烧到第九楼了 已经很紧张了的 OK 那时候哦 哇,你知道吗 那些啊 救火车啊 哦,全部消防员了 全部来了 你知道吗 哦,开始救火了 然后哦 他们就放了一个B-Low 什么那个B-Low 叫那个小孩跳下来 我们会借啊 我们有这个B-Low 不会死的 你知道那小孩啊 死都不跳耶 死都不跳 为什么 因为他怕 他怕哦 稳不稳的 你的那个B-Low 对不对 怕 那结果呢 这个啊 阿鲁木根就看到 你知道吗 看到这个情况了 他就走过去 他就跟那个小孩喊了 喊大声 哎,你认得我吗 那小孩看下去哦 喂 阿鲁木根的蜘蛛侠 对你认得我吗 我很厉害的 你知道吗 啊,我是蜘蛛侠 我什么我都接到的 那小孩哦 他 反而对 这个阿鲁木根很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他每天看柱球哦 他知道这个是蜘蛛侠嘛 很厉害的哦 到时候 那个阿鲁木根叫他 来 跳下来 我会借助你的 哇 他立刻他就跳耶 他都根本就不用想 为什么 因为阿鲁木根嘛 他就跳下来 你知道吗 一跳下来 你知道吗 阿鲁木根立刻飞啊 好像那个蜘蛛侠 立刻飞过去 破过去哦 就把那个小孩抓住了 厉害吗 我跟你讲 非常厉害啊 然后全场掌声啊 全部围着那些人啊 全部拍掌 你知道吗 啊 一拍掌 什么事情发生 阿鲁木根就把小孩啊 就丢起来 一脚哦 就把他飞啊 一脚就替他飞 飞掉 你知道吗 啊 各位朋友 你们知道什么什么问题吗 你有什么问题吗 啊 因为阿鲁木根哦 他没有办法忘记他过去的经验 因为他每次他借到球啊 很多人拍掌啊 他就丢那个球上来 就把他一脚就给他球飞了嘛 就他以为啊 一下子忘记了 原来那个是小孩耶 那个不是足球 你知道吗 他立刻就丢上来踢 这个你们要明白了 今天你们做这个事业哦 你要排开过去经验好不好 不然的话 你会嫌阿鲁木根啊 啊 乱乱去踢 你知道吗 啊 不是开玩笑啊 啊 这个很重要的哦 ok 那么第二个 态度什么 下定决心 至少做他一年 绝不放弃 啊 所以今天你做这个事业哦 他不是说哎 损损来的 不是的 你我告诉你 没有损损来的 这个世界上哦 没有一个企业家创业 是顺顺的 没有 ok 他一定前面哦 经过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想 所以你也要下决心 ok 而且最少一年啊 一年是等于365天啊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哦 啊 跟我讲什么 哎 我来听课听一年了嘞 我每个礼拜都进来听你们的课哦 啊 听了52次 一个一年听了52次 结果都没有成功 那个不是做啊 那个是两个人排排坐啊 每天坐在电脑前面啊 啊 不是啊 这个什么 这个是做他一年 真正去做 找人 约人 讲 去做好不好 不是坐着啊 不是坐在家里听啊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东西 一年 ok 不是一个礼拜一天啊 是365天哦 啊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好 记得一年得其要领 三年必有所成 所以我们第一年其实是来这边是学功夫的 学 啊 你说开始哦 如果我来学了我来做啊 开始我没有赚到钱不用紧 我要把功夫学好 因为当我功夫学好的时候啊 你怕没有钱赚吗 不可能的 啊 我们开始练书也是练到去大学也是没有钱赚吗 干嘛你要去还要去练书 因为你知道后面 啊 你会开始可以赚到钱 明白吗 是看后面这个也是一样 一年来学 只要来从事这个事业 ok 绝不放弃 ok 那第三 信心 啊 对什么要信心 对公司产品制度 啊 一定要有信心的 明白吗 如果你对公司产品制度没有信心的话 你很难做的吗 刚才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我画一个Mercedes Logo给你看 公司产品制度 够大够久够稳 自产自自销 啊 没有中班商 没有PP 没有pairing 全部都画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信心 你要对他有信心 你全球找不到这样的公司了 如果不跟你讲 你不懂 你以为通街都是这样的公司 你就错了 所以你要对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的你很有信心 啊 你才可以做 然后还有什么 啊 讲来 等下有信心 很容易的参考 参考公司的历史就可以了 啊 上Google现在很容易 Forever Living 你不用问我的吗 你上去Google问一问电脑 啊 对对 问一问 还有一些AI也可以问 去问一问 他就跟你讲 哦 Forever是个很厉害的公司 啊 出产什么Aloe Vera的什么 一大堆跟你讲了 好不好 去check一check 一个公司大不大 拨不拨多钱 上电脑早就有了 现在哦 啊 所以哦 啊 要懂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什么 对自己要有信心 明白吗 啊 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啊 你没有办法人家怎样来帮你 天助自助者吗 你自己都不要帮助自己 别人怎样帮助你 帮助不到的 今天我会成功 为什么 因为我 要成功 啊 不是因为我的upline要我成功 你知道吗 我上线是 他没有责任要我成功的 是我要我的责任 我要成功 啊 所以我找他帮忙我不了 所以你对自己要有信心 然后对上线也要有信心啊 对下线也有信心啊 对旁线也有信心啊 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业不是one man show啊 他不是一个人啊 他不是一个人要卖 几百万的业绩做MDRT啊 什么TOT啊 COT啊 那总是超人好不好 在Forever我们不是做超人啊 OK我们是做啊 一个普通人也可以赚很多的钱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 我们要对自己对上线下线旁线都要有信心的 为什么 因为是一个teamwork 大家一起来的 啊 如果你对他们没有信心的话 你是你你你自己在做 啊 不会成功的啊 一定要靠整个teamwork 啊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 第三个态度 啊 那么第四个态度什么 要积极不要心急 准备好被泼冷水的心理 所以记得哦 啊 你要积极你不要心急哦 要准备好被泼冷水 通常有三种人会泼你冷水 啊 哪三种人 啊 不是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啊 不是啊 啊 三种人是什么 第一种是关心你的人 啊 好像谁 啊 像我们的啊 亲戚啊 我们的父母啊 啊 我们的老公老婆啊 兄弟姐妹啊 啊 那些最关心你的人哦 啊 他们会泼到你冷水的 为什么 啊 因为他他没有来听 第一他没有来听 第二 他怕你被人家骗 所以他会泼你冷水 啊 所以你小心 你小心哦 啊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啊 你要他们明白的话 你夜他们来听 叫他们来听一场 他们听一场的话 OK 你去问他 那个就没有问题 如果他没有听 你自己来听一个小时 你回去问他一分钟 啊 你很惨的 OK 啊 他一定跟你讲一一一一大堆的 问题了好不好 那么第二种是失败者 啊 有些人是做过很多间啊 做过三间五间啊 啊 尤其是那些啊 领别啊 每天讲自己是领别那些人 啊 你们要小心了好不好 啊 领别做了十间都没有成功 啊 啊 你那也可能会成功啊 你小心了 这些领别 对不对 你要成功记得 你要找谁 你要找成功的人啊 不是找那些啊 啊 每天在讲 讲过去失败的那些领别好不好 啊 啊 你要成功你要找成功人啊 啊 你找失败的 那跟你讲一大堆他讲失败 你会成功吗 我告诉你 你还没有做你是死掉了哦 记得 第二种人啊 要小心的 失败者 还有第三种的啊 这其他传道公司的传道商 啊 这些是很恐怖的 啊 你今天做Forever你做永久 你不可能去找一个做MV啊 或者做何博来的人问他哦 啊 Forever好不好 不可能的吗 对不对 他可能可以 他他你觉得他们会这么老实吗 他会跟你讲吗 哇 你眼光很好啊 你选对了Forever Living 我比较烂哦 我选错公司 有没有这么老实的人 有吗 没有的 他一定是跟你讲哦 Forever不好啦 讲一大堆他后面哦 他当你很沮丧的时候哦 他就来跟你讲哦 哎 不要这么沮丧 我这边还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你知道吗 哎 他们都是这样子 啊 问题 你问他哪里好 他讲不到的 啊 我们遇过很多这种人的啊 这种人的啊 每天讲大公司 啊 讲讲讲大公司 安抓安抓 然后问他来 所以看一看 快换你公司 产品制度来看 那么划不到的 划不到的 所以你要明白 你要做 你要做对 啊 而且你要小心 这三种人就对了了 好不好 啊 小心就好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啊 态度啊 很重要 啊 所以记得啊 兴奋了之后 听了之后 很兴奋 开始行动的时候 要每天哦 要跟upline联络 啊 为什么 因为你啊 遇到这种人哦 你的battery都会下降的 你相信我 就像你的手机啊 你battery一直在下降 你要回来just 找你的upline啊 找你的推荐人啊 你的上线哦 啊 justin justin又饱饱又出去 又遇到这种人哦 那个battery又下降 又来justin 所以你最重要是 你有一个charger嘛 你有那个powerbank 你不怕了的 啊 你有那个powerbank 你根本就不怕这些人哦 啊 来泡你冷水的 你不用怕 好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态度 OK 然后最 最后呢 啊 我们讲方法 方法啊 所以方法的话呢 它是这样子啊 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三个s 在forward living 我们是做这三个东西 罢了的 三个s OK 第一个s是什么 推荐sponsoring OK 啊 80%呢 我会花的时间啊 我会花的心思啊 都会在sponsoring 啊 因为我们明白 我们是做企业家 就是啊 我们要建立 我们的network 啊 明白吗 那么更啊 那么当然也重要的是 销令啊 20%的时间 我们要做销令啊 为什么我们不写 100跟0 啊 你们听啊 做什么啊 啊 你不写100 sponsoring 销令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啊 我们的销令不可以是0的 明白吗 因为如果你啊 销令是0哦 你找到1000 10000个人哦 你去乘那个0哦 你还是0的 明白吗 啊 你找到1000个人做0的 是什么 1000乘0是多少 还是0 1万 10万乘0是多少 还是0 所以你不要啊 傻好不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 零售的 只是呢 我们哦 做零售哦 他大概会花我 大概20%的时间 那么重要 是两个都重要的 你说重要性 是5050 不过时间的安排呢 我就用80%时间呢 我会做推荐 20%呢 我会做零售 我推荐 不成转零售 零售成功 我对转机推荐的 明白吗 因为推荐是我的使命 推荐是我最做的东西 所以我们转来转去啊 到最后呢 我们都要 做回推荐的 OK 那么服务是100%的 服务 这你sponsor了人 推荐了人 你卖了产品给人家 你一定要服务的 不是 sponsor了人 就丢他那边 给他自生自灭 或者卖了一个产品 给顾客啊 就啊 5年都不用见他 这样子你就 你又没有办法啊 来什么 来我们讲啊 来长久来经营这个事业了 服务是占最重要的 所以你服务是100%的 100% 我们在佛要成功 我们要200%的努力啊 如果上班我用100% 这个我会做200%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是终身重 我努力做他三年 他给我30年 明白吗 我做什么不做 如果你问我付出200%的努力 你可以啊 用三年赚30年的钱 你要不要 来谁要的打一个yes 如果你可以你要付出200%的努力 你用三年可以赚30年的钱 要不要 要的打一个yes 你开什么玩笑对不对 做什么不要 肯定要啊 你不是什么 你不要问我这么奇怪 我会打动你这么这么努力在做Forever 你这么花200%的啊 你你上班都没有这么努力 你做银行的时候 你才100%的的付出 怎么做Forever200% 因为Forever三年赚30年的钱啊 对不对 银行要做30年 开始可以赚30年的钱啊 那你有三年赚30年的钱 所以你要搞明白 好不好 啊 那么结果出来是这样子的 你做好这个东西哦 你结果出来哦 80%是变客户的 明白吗 20%是做领袖 啊 就是哦 你不要以为你找10个人 就10个要做的 没有这个事呢 10个人可能有两个要做 两个会变领袖 8个可能只是啊 跟你买产品用罢了 OK 没有问题 好不好 那么这三个s哦 我们就做这个东西 看到吗 啊 啊分享产品 我们要20到30个客户 服务他好好够了 他每个月都给你啊 就给你你要的啊 你指定的业绩都给你了的 啊 在Forever我们要5个cc 对不对 你有这个顾客肯定会有了的 好不好 然后你要做什么啊 这个50cc edu啊 然后你建立组织 每个月推荐5个VIP 每个月就推荐5个新人啊 5个新人就是啊 要要加入 要要经营的5个VIP 好啊 然后你自己使用产品 你做到这样子的话呢 OK 我告诉你哦 啊 你就定定完食了 定定完食 你这样子就经营下去 经营下去 接下来就是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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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没有教你啊 去服务200到300个客户 啊 没有教你去啊 推荐500个VIP一个月 啊 也没有教你哦 啊 自己做到完的 好不好 没有的 这个生意 一人做一点点 你你负责做一点点 接下来就交给 复制 photo s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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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OK 那么你收入就像像我这样 啊 你可以赚几百万的收入一年 好不好 这这个很重要 那么你要做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方法 啊 一个法则 叫做ABC法则 啊 ABC不是啊 不是我们那个啊 啊 啊 什么 不是那个ABC ABC法则什么 借力 死力 少费力 我们都知道影响力比努力重要 所以你开始来做的时候 你不会 你不 你不可能什么都会嘛 你讲话 你讲可能也没有讲很好 所以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做一个桥先 看到吗 你做一个桥梁 然后当你业一个新朋友来啊 你新朋友就是一个C client 推荐的对象 然后你可以请谁 你可以请A 请你的upline 请你的上线 请顾问 请僵尸 请用工具 用辅销资料 你知道吗 你可以请借人家的力 举例 今天你不会讲 新传商训练 你把你的新朋友带进来 我来讲 对不对 你就借我的力 我就成为你的A嘛 你做B 你把朋友带进来 你背后是C 他听到我讲 他听得明白了 他要做 对不对 你就成功了吗 你就借一个人的力 那么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一个T up的动作 看到吗 T up 就是你新朋友来 他不懂我是谁 他不懂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有 我们有一个主持人 Maxson 他会讲什么 他讲什么 他在介绍我 介绍我的背景 那个就是在做T up的动作 明白 因为你们很多都不认识我 我知道 今天有百多人 很多是新人 你根本都没有见过我 你不懂我是谁 所以经过Maxson的讲解 你至少你一个概念 现在要讲课这个人 他是某某某某 他有什么成就的 对不对 那么你就 你会很用心的来跟我学习 来听我讲来讲解这个事业 明白吗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的 用的方法 还有ABC法则 然后最后 就是我们要讲的五个步骤了 那么怎样开始做 怎样是有系统的做 我们讲有系统的做 就是我们一直都重复做 这五个动作罢了 这五个步骤罢了 你问我 我做了二十多年 我在做什么 我就做这五个步骤 到今天还是这五个步骤 所以你问我 否则我简不简单 永久简不简单 我这样是超简单的 为什么 五个东西罢了 对不对 你懂今天你听懂了 我告诉你 二十年后 你还是做这五个东西 有什么难 一点都不难 好不好 所以怎样做 第一 我们要做推荐对象手册 所以你今天你睡不着的话 如果 各位朋友 如果今天晚上你睡不着 你快快拿纸出来 把你的名单列出来 亲戚朋友 同事 同学 邻居 你最少五十个名字 你可以写出来 然后在两个里面 完成邀约 这五十个名字 不是写出来 要放在床底下 你要安排两个里面 叫call完出来的 做不做另外一回事 我们这边讲什么 不可以算命 要给每一个人机会 不要你写写写 全部哦 这个不会做的啦 这个不可以啦 这个没有口才的啦 这个太厉害了啦 也不会做啦 什么人都给你讲到不会做 最后就剩下什么 剩下你一个可以做完了 明白吗 所以不要算命 在这个行业 在传承这个行业 我跟你讲我的经验 你越觉得会做的人 他越不会做 你越觉得不会做的人 他反而是做最大的 在Forever 你相信我 你遇到我的话 你根本都不想推荐我 为什么 一定跟我吵架的 那么你想一想 今天你推荐到这个 是世界华人No.1 拜托一下 你们要听懂这个东西好不好 所以如果当初我的推荐人啊 我的upline算命啊 他算哦 哎呦 Desmond不会做的啦 我告诉你今天哦 他最少不见了几百万 你们听好好啊 最少不见了几百万 为什么 因为算命 所以不可以算命 OK 我感谢我的upline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算命 所以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如果他算命 可能我今天我还在 Pubic Bank上班 我没有做这个事业 我可能还在上班 好不好 所以哦 要感谢你的推荐人 如果他没有算命 他把你业进来 他给你这个机会 你要去感谢他 好不好 那么第二个呢 8020法则 刚才讲过了的 OK 8020法则 你找十个人 八个哦 不要做 两个要做的 所以我们要懂这个法则 有存在 所以我们不要期望 每个人都会加入 如果你期望哦 讲十个十个再加入 你很痛苦的 因为你不懂这个法则吗 啊 我们懂 所以为什么要五十个名单 如果找啊 如果找啊 十个十个就加入 我就不用五十个名单了 我找十个就够了 我们找五十个 是因为我们算好了 五十个名单哦 可能就有十个哦 要加入罢了 啊 十个罢了 明白吗 那么我们要学什么 我们要学这个 四个no后 一定会有一个yes 明白吗 啊 8020法则吗 四个no一定一个yes咯 这个80这个20吗 所以可能开始 阅人的话 你阅一个no no no 一定有一个yes出来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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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一个yes 有些人印记好 他的yes出来先 有些人印记比较差 他可能yes在很后面的 可能no no 都没有一个yes哦 他可能是no no no 八个no 才两个yes yes 明白吗 啊 他就像我们啊 打 怎么 打牌 像我们打牌一样 ok 我们打牌哦 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打牌啊 一副牌52张 52张里面 我想问大家 有多少个因息 多少个yes 你们懂吗 谁有玩过啊 这个牌的 副歌牌 谁有玩过 一副牌有多少个yes 四个 有多少个k 多少个king 四个 有多少个queen 啊是吧 大牌很少的 大牌就有jqk 应息 那么其他那些 二三四五六的 全部是小牌来的 一模一样的 我们在翻我们的52张牌啊 我们我的名单啊 翻了 有时候你 运气好啊 运气好的话呢 你的s啊 你的s啊 就在前面 啊 你运气不好的话哦 你的s哦 就在哪里 就在哪里 就在后面 啊 所以如果今天 你把牌翻到完呢 各位朋友 你把牌翻到完 52张 开到完 有没有ace 有吗 肯定有的 啊 如果你翻到52张牌 都没有ace 没有king的话哦 不是你遇到鬼 是我遇到鬼了 明白吗 肯定有 啊 所以你不要跟我赌啊 你跟我赌 你一定输的 所以我们继续这样子翻 两个 为什么两个 一两个 你就全部大牌 就浮起来了 永远记得四个字母 next 明白吗 啊 人家讲no 我就讲next 因为有next 还会有yes吗 所以我们就next next next 这样子说 好不好 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7到14天 ok 一定要学会什么 讲解产品 跟讲解什么 奖金制度 ok 奖金制度 啊 这个很重要的啊 一定要学会这两个东西 ok 那么怎样学呢 很简单的 一个星期里面哦 联系听舞场 联系听舞场产品 联系听舞场的制度说明会 你知道吗 我们每次听一场啊 我们每次听一场啊 的会议啊 一天过后 24个小时过后啊 我们就记住20% 80%我们会忘记掉 ok 那么哦 如果今天哦 你要把这个规则倒反来 倒反来的话 我们就听舞场 你一个星期里面 你听舞场啊 我们会记住80% 80% 我们会忘记20% 明白吗 啊 所以你说啊 啊 我听舞场哦 我一个礼拜听一场可以吗 可以吗 一个礼拜听一场 不可以 一个礼拜听一场哦 你就永远记不起来的 你要一个礼拜听舞场 你该记到80% 所以你要100%把它背起来 如果你找到一个讲师 讲的课你很喜欢 你很喜欢他的风格的话 我鼓励你们啊 copy 100% 他讲的每一句话 每一点你喜欢的话 你跟的100%哦 拷背他 把它背起来 明白 背到你懂为止 好 然后越快独立越快成功 啊 在Forever里面要快 要快成功 很简单 你越快独立 你不要每天等upline 等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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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上线 你很难成功的 啊 你7天14天 你学会了 好像我这样啊 7天 我upline帮助我7天 7天我会了 我都不需要他了 我自己做 我自己讲 我的大线 今天的大线 全部是我自己讲出来的 我upline开始跟我讲 那些哦 是拿来磨刀的 磨刀 OK 啊 有些讲过了 他有加入 不过都没有做 不用紧 最重要是重点 我不是要他讲到 我的人要做 我要他讲到 我明白 当我会讲到 我不怕的吗 我要多少个人都有吗 对不对 我会讲的时候 你怕我没有人吗 我要10个就10个 我要20个就20个 我要100个就100个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啊 所以越快独立 越快成功 然后一边做一边学 一边学一边做 不用学完才会来做的 有些人很奇怪的哦 哎呦 我不要做先 我不要做 等我学完先 等我学完先 我说这样子 你不用做了 为什么 因为我25年 我都还没有学完啊 对 就是说我25年 都还没有学完 25年都还不可以 开始做咯 啊 那脑袋有问题 对不对 啊 这个谁是一边做 一边学的 你做做做 你要什么 你才学 啊 当你懂的话 你懂一半的时候 你已经是赚百万的人了 听得懂吗 我做4年多啊 我都还没有懂到完 我才懂一半 了了 这个传销 这个事业 我已经赚100万了 做没有 等到学完 才来 才来做 所以这个啊 要搞清楚好不好 啊 这个是第二个步骤 那么第三个步骤呢 要亲身使用产品 升高千年万亿 所以产品 要自己开始用的 不是啊 拿着产品 一包两包 就想到去卖 明白吗 因为每个人啊 每个人啊 喜欢的产品都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的团队里面啊 有些是宣布 王子 他专卖宣布 很厉害卖宣布的 我也不懂他讲卖 很厉害 宣布 为什么他心得 就有心得是宣布吗 他讲宣布啊 讲到啊 会飞天 会顿地的哦 讲到很好的哦 对不对 为什么 对他的心得 有些人是牙膏 牙膏 牙膏王子 很厉害吗 牙膏为什么 他的心得 所以每一个人啊 有心得产品 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我喜欢乳味 这不代表你也喜欢吗 你可能喜欢乳游 对不对 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的 你在福尔博 我们有很多产品 有百多种产品 你有任何有几样产品 你用到很有心得的话 你都可以做这个事业了 那么你也不用管 你用你喜欢 你就讲你喜欢的 那么你团队很自然的 有些产品 你没有什么喜欢 你没有心得的 他们用你心得 他们也会做 所以你团队 你不用怕 没有什么王子 没有什么公主的啦 没有的 一大堆牙膏也有 什么房 这个什么 香皂也有 明白吗 那个体香 体香气 那个Dododan 以前我们都不懂得卖 这个东西 不懂的 突然间有一个人 哇加入 一下子 两个礼拜可以卖几百粒 几百只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很有心得 所以你不卖不代表 你团队没有人要卖 明白吗 所以问题是 我们要懂这个东西 大家都开始使用 大家找出有心得的 就可以做了 分享比销售容易 明白吗 因为你用过 你才会分享吗 他比较是容易 因为是 分享 是人的天性 每一个人都有分享的 特质的 不用人教的 你看一个电影很好看 你回来 你会跟你朋友分享的 会不会 会吗 这边有谁看电影很好看 然后你会跟你朋友分享的 有没有 来打一个 打一个密来看一看 这边有没有谁 看了很好看的电影 你会跟朋友分享的 有吗 有吗 有哦 都有这种人 好 那么我想问密的人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要怎样分享 我要很好的口才来分享 有没有 没有的 OK 这个是自然懂 天性来的 你看到很好 你自己会分享的 不用人教的 你不用来上课 我想问你 我看那个电影很好看 我想分享给我 给我朋友 你可以教我 怎样分享 有没有这么奇怪的人 或者你去shopping 买到很好的东西 很便宜的东西 会不会跟朋友分享 会 对不对 你需不需要说 找你upline 啊 SIM啊 SIM 啊 Shaun啊 Shaun 哎 你可以教我一下吗 我我我看到这个电影 我买到这个东西 很便宜 很好 我想跟我朋友分享的 不过我 我又怕我口才不好 我分享不到 你可以教我吗 有没有 不需要的 人的天性 天生就会分享 你相信我 你不要跟我讲 你做不到 Forever 你不要跟我讲 啊 你没有办法去啊 销售 因为这个是人的天性来的 老天爷送给你的 你用到很好 你就会讲了 明白吗 啊 你不是在卖东西 你在分享 然后自己成为产品的 见证 代言 哎 这个就是第三个啊 步骤 我们要学的 那么第四个步骤是什么 赶快向上线哦 购买辅销资料 跟示范工具 不要偷啊 我们要打仗啊 我们一定要有武器的 你要去打仗 一定要有枪嘛 啊 有这个什么 手榴弹嘛 有什么 一定要有这些东西的嘛 你不可能去空手 去打仗的嘛 一模一样嘛 你做Forever 你因为 辅销资料 示范工具 一定要有的 不要借 不要借 啊 不要说 upline可以借我嘛 可以借我这个 借我这个 那你upline不借 你是不用做了 你不死了 明白吗 啊 没有的借了 这个东西 自己要拥有 什么东西 举例 GP小车子 OK 你可以有一些 GP的啊 说明书 啊 你可以自己啊 有着说明书 跟人家讲 人家看到 看到才相信吗 Seeing is believing 吗 用嘴巴讲 很难的吗 给人家看这个东西 线上线下的配件 一定要有收集 一定要有咯 Data一定要有咯 不要要开线 要 要sponsor 要whatsapp 还要去找什么cafe 有没有 那里有wifi free wifi的 开什么玩笑 你做什么 啊 你在做什么企业哦 还要借人家的wifi来上网啊 啊 这种就是你的配件 一定要有的 那电话不可以上网的 很lag的 电话还用作什么 啊 用作十年前的啊 那个model 拜托一下好不好 这个钱不可以省啊 你们挺好好啊 这种钱不可以省的 啊 你要赚钱 你要舍得啊 有舍才会得好不好 那还有什么 示范工具 产品样本 成功见证 一定要有这些东西 给人家看 因为人家才会相信吗 before after 220种病症的字典啊 你要有这个东西 啊 基本就是人家问你 糖尿病啊 啊 肾病啊 癌症啊 啊 点头痛啊 要用什么啊 是怎样来的啊 你有字典 可以看 啊 三种语言都有的 啊 OK 然后下载 Apps discover forever fp page 啊 你可以加入 Forever的这个 啊 粉丝的 那个 啊 页啊 你可以拿最 最新的啊 资料好不好 最新的资料 OK 然后学会 线上注册 线上注册 会员 还有线上订货 OK 你懂那个 F2U apps了 你要懂得 怎样去用 明白吧 啊 用来 注册 注册啊 还有订货 OK 然后学会如何 计算和检查 CC 这些都是要懂的 啊 不要做了一两个月 还要问upline 怎样检查 怎样算啊 CC 你快快了 你做这个生意 你连这个都不懂的话 你怎样去发 发展你的network 明白吗 然后适当库存啊 销售高的产品 如果你有一些产品 是很抢手的 很多客户都会跟你买的 收一点货 啊 适当库存 业绩 你不要不收 每次人家要一瓶 两瓶 你要跑到去center买 啊 明白吗 慢了咯 人家要等你 他都不要跟你买 跟别人买了咯 所以你要搞清楚啊 做这个生意 你要有老板的观念 明白吗 啊 虽然Five Living 不需要你开店啊 做啊 那些啊 消费 就是花很多的资金 不过这些基本的 基本的啊 我们讲啊 的消费 的本钱 我们还是要有的 好不好 说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第四个步骤 OK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梦想 跟什么 跟目标势力 啊 你一定要势力目标在这边 你要达到什么 啊 不可以来这边 然后哎 我朋友做 我就来做咯 你要犯什么 不懂 啊 得空就做 不得空就不做 为什么 没有目标 明白吗 目标很重要的 啊 你不要看很爽 哦 他都拿几百万的 分红了 你知道吗 每一年我都设立目标了 我拿了那盒子几百万 我25年没有断过啊 我每一年都是CBM啊 你们 清楚没有 啊 我拿了25年CBM 好不好 OK 为什么 因为我目标很清楚 而且每一年都定好日期完成的 定 几时要做到 几时要做到 定出来 自我取取在公司奖励计划里面 应达到的阶段 那么Jobfer里面很简单的 如果你是个新人 我鼓励你先开宽线 OK 你不要去看下面下面的 你自己开宽线 见到人就sponsor sponsor sponsor 为什么 因为你要翻牌 你有50张牌 是不是要宽 开50条 开宽线 明白吗 当你上到复礼的时候 你才往下升 当你上到AM之后 你才可以下去 跳下去 去帮下面 如果你还没有上 assisted manager的话 我鼓励你 让你的up line帮你 下面的 你自己就拼命开宽的 明白什么吗 这很重要 然后锁定三到六个的时间 上经理 所以如果你上经理 你就可以自己往生去做了吗 明白吗 往生带去做了吗 那么多久 三到六个罢了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急三个月里面 要快快 要做下面的 不用 交给你up line帮你 明白吗 你up line已经是manager了 他可以帮你 照顾你下面的 你的身线 你自己拼命打宽 就对了 OK 这个是一个例子 开12条 举例如果我是VIP 我加入Forever 我一定要做12个VIP的 OK 我要上supervisor 明白吗 因为我也要很快独立 我要很快自己可以带生的线 我自己要上supervisor先 我一定开12个 12个VIP 你们知道吗 一个VIP 哪一个sut your journey pack 才不到1500块 1496块 那么每一套sut your journey pack 你知道吗 你有30%赚 你赚472块半 每一套啊 那么如果我开12个 你想啊 我找12个人 做VIP 都是买sut your journey pack OK 我那一个月啊 我就有5670块了 你们看到吗 5670块 我单月份啊 我加入Forever 第一个月啊 我就可以赚5670块了 OK 如果我慢 我还可以用两个月 如果觉得我很忙 我要用两个月做 也可以 因为supervisor可以用两个月以上的 你可以用两个月来做这个东西 啊 你就两个月赚5600多块 也是很好 part time 我们还是在上班 我part time时间赚多这个钱 好不好 很好 那么你做什么 你接下来做duplication 你懂得做这个的时候啊 你只需要把那整个动作啊 拷贝给两个人 你自己做到 你 然后你的下面有12个吗 只需要有两个啊 跟住你这样子做 OK 就是你一下哦 诞生了两个25 两个做啊 2525 那么你就75了 OK 你就上了assistent manager 然后上assistent manager 你就可以自己带线了 没办法 你可以往下了 你倒倒来 倒倒你都可以做了 很快 两个月 三格你做到了的 OK 然后如果你可以复制到四个 看到吗 你自己做25 你12个里面 有四个跟住你这样子做 那么你就有125个cc 你就上了manager 就跟我的level一样了 你知道吗 跟我平起平做了多久 三到六格的时间 所以你问我 否则我 可以赚快钱吗 我说 这什么不可以赚快钱 是你要不要罢了 啊 不是能不能啊 是你要不要罢了 你要的话 你照出这个formular做 啊 你肯定赚快钱的 当你上了manager哦 你的收入会更恐怖 你上了manager之后 你同样是找12个VIP哦 你每个VIP哦 现在不是400多块了啊 是677块 明白吗 677 你有12个 你照样做12个哦 你不是赚啊 啊 5000多 你是赚8000多块了 那么如果你以下有一个啊 有一个啊 跟住做啊 任何一个人跟住做12个VIP哦 你还有13%的overriding 每一个的话 你都会有2457块 就算你在Forever 如果你你自己做到 你下面又多一个人做到的话哦 你的收入就破五位数了的 你把我讲什么吗 就超过一万了 OK 你就赢过很多的engineer 很多的那些啊 啊 我们 我们讲啊 啊 白领高薪 所谓的白领高薪 你赢过他们 一个家庭主妇都可以赢过他们 你把我讲什么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势力 啊 你来 你要做什么 我就要赚这个钱 啊 我就要赚 很快的打到五位数 啊 照住这个formula来做 好不好 然后中级的目标 当然就是F2D 明白 manager是我们讲啊 第一个目标 那中级目标肯定是F2D 叫车奖励 因为你有叫车奖励 你才可以去拿CBM 明白 你才可以去拿CBM 跟CBM 你拿了叫车奖励 你就是一半的CBM了 啊 你就可以AIM啊 刚才啊 我拿的那个几百万的花红 你就可以去AIM了这个东西 明白吗 那个是中级目标 那么F2D什么 F2D是拿车 叫车奖励 OK 你看我买了很多次啊 我最少买了五到六辆 Mercedes OK 我有Alfat 我有Porsche 那么这个钱全部是F2D我给的 F2D我每一个月给我们 15到3000块 我们只需要做3G 3G的业绩啊 我们就Qualify 那么接下来啊 他会准备36G的花红啊 给我们啊 当然你要做业绩 你做了多少 他就给你咯 啊 他每个每个业绩 每个CC 给多你10块 本来没有的 啊 你除了赚overriding 这个是多给你的 明白吗 我们每一个月拿多15到3000块 所以你看我的组织伙伴哦 很多都买到他们的梦想车 Range Lower啊 Mustang啊 Mercedes-benz啊 BM啊 他们都买到梦想车 为什么 因为F2D给他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啊 不是只是上manager 我们也要拿carfund OK 然后最F2D最多的钱是这个钱 叫做chairman bonus 啊 chairman bonus 你可以看到啊 他是全世界的花红啊 拨给我们的 所以你 你不要奇怪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拨到几百万这么多 为什么全世界拨钱给你 看到吗 这些你看很多啊 你打Forever chairman bonus 在Google 啊 你就看到我的照片在里面啊 很多了 来我的照片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的照片 很多我的照片在里面 啊 还有我的团队的照片也很多在里面 啊 还有这个最大张的这个rocket啊 全球第一名的花红啊 130多万也在里面 啊 这个是美金啊 很够利的 OK 而且他不是啊 他不是叫你来office给你钱 你知道吗 他是给你啊 飞机票啊 飞你去啊 一个国家啊 去那边拿的 OK 我们我这边有一个影片啊 就是我们的分红大会 你看一看那个现场哦 很震撼的 来 我分享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是其中一年在新加坡的 啊 本龙大会 661个人啊 24个million 2400万播出来 整个人跳起来啊 200多千元 被印度的 200多千元 这个是台湾的啊 台湾的啊 这个是我 200多千元 200多千元 一届舞台啊 西州啊 巴西啊 欧洲啊 美国啊 平台湾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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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四百千元 每次 台湾的啊 一台多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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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K قي 啊 FK 顴 insan 1400多千元 这 grabbed funding 有使用 你们享受 凌答 一百多千元 看到吗 每回合的 都过 百万 超 多百万美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我们的目标 当初我看到这些视频 我就想象我在拿了两百多千美金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 我可以去到五百六百多千 所以我在过去十年 十年我的花红 我就拿了三百多万美金 换去马币就超过十多个 千多万马币 只是年尾花红 没有包括每个月的收入 所以你要看懂 为什么目标势力很重要 我的目标我很清楚 我每一年都有目标 在我二十五年 我都没有错过这个CBM 好不好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另外的就是我们的成绩 也受到这个马来西亚直销工会 颁发我四年的结束企业家 然后这个全球世界结束 不明人榜 我们也被表扬 非凡成就 跟我以前的老板 这个是大众银行的老板 曾荣彪他也过过 刚刚80位了 大众银行的老板曾荣彪 他也拿到终身成就奖 然后有些是名导演 高自身 勾机三斗云 有些是做厨师的 所以他们是在每一个人 都在他的领域 是全世界结束的 那么我是代表什么 我是代表整个传销业 最结束的名人 在2017年我们也拿到了 靠什么 我们就靠住 Forever这个平台 好不好 OK 那么这个是我出版的 第一本我的自传 巅峰人生 OK 在这个大众书局 它是十大常销书 OK 那么更一年 我也写了这个 马来文版的自传 一百万不是钱 马来人很喜欢 什么一百万不是钱 那真的 你了解Forever利用 这边真的一百万都不是钱 为什么你很容易 你可以赚到 因为你懂这个东西 好不好 然后在这个2022年 最近的 去年 British Media 马来西亚成功人士 都是这些 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首相 敦马 Muhidin 还有这个影后 影后 杨子琼 还有这个所谓 这个Asia的老板 Tony Fernandez 他们都是名人 都是成功人士 在他们的领域 那么我的团队 我有差不多整20多 30个伙伴 就跟住我们的 一步一脚印 我们也被 收录 被interview 被收录在这个 英国 英英国 百科全书里面 马来西亚的成功人士 那么在 最后 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选对趋势 选对平台 选对系统 把握你的机会 你一定可以成为下一个 全球的成功企业家 好不好 那么这个是马来西亚 我们创造的一个记录 全球大概有90多位 的分农经理 很多都今天 可能有在现场 你们的照片也在里面 90多位的伙伴 我们一起去拿分农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好不好 OK 所以最后 跟大家讲的东西 成功是做你应该做的事 而不是做你喜欢做的事 我知道很多人都 很喜欢都在做 喜欢做的事 可能现在的时间都在看什么 看联系剧 或者说去养茶 对不对 去做很多喜欢的事情 不过告诉大家 你做喜欢的事情 你不会成功的 为什么 因为成功 我们一定要把 应该做的事先做好 当你应该做事做好之后 你不用怕的 好像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每一天都可以做 我喜欢做的事 为什么 因为很多钱 已经成功了 很多钱 那么什么是应该做的事 好消息 所以如果你们听到今天 都好不都快 好像一听到 我很兴奋 不过 还要更兴奋的话 我鼓励大家 来参加我们这个 蜕变重生 领袖培训营 因为这个 培训营 我们有总共 11个讲师 除了你可以见回我 我是其中一个讲师 我会讲第一堂课 你还可以见到 另外10位讲师 会跟大家分享 怎样来蜕变 怎样可以重生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 你的运气不好 你觉得你收入不好 你要重生 你要蜕变 我很鼓励 你们来参加 我们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 我们有限制 我们有限制 大概 150个人 150个人 所以如果你们 click那个link 我们那个link在下面 这个link你们要 你们要copy 因为你直接按 按不到 因为华语字 它没有跟那个连接 接在一起 所以你们要去 抄那整个 华语字整个 你click那个link 才可以进到 报名 报名那个地方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对 after convention after Malaysia rally 所以如果你有来参加 Malaysia rally 记得 明天 我们就给大家 蜕变跟重生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 就到这边 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 很多的 我们讲 启发 很多的知识 我也希望看到 每一位伙伴 可以跟着我们 一起 在Forever这个事业 创造 巅峰 好不好 所以我把时间 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谢谢 OK 各位 是不是现在呢 哇 应该相信 今天晚上都不会睡了 是不是 哇 听完达多 这么精彩的分享 OK 所以呢 我也在做很多很多的笔记 所以各位 刚才达多讲得 非常的对 为什么 听到不到位 对不对 已经知道如何开始的 想不想要更深处的了解呢 各位 掌握这个机会 我们这一次来临的 这个8月份的训练会呢 将 全马呢 多年以来呢 OK 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主办 因为 是因为MCO的关系 现在呢 重返 我们现在offline的 所以 你不可以错过 各位 所以呢 我们非常感谢 再一次呢 大家刷一排的爱心 就是达多来跟我们分享 今晚的MDO 而且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 基本技巧过后呢 接下来呢 8月份的这个训练课呢 更是你不可以错过的 OK 我们摔排爱心 感谢达多好不好 因为他抽出宝贵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而且呢 刚刚跟大家讲的 都不是理论 因为理论的话 大家可以去上课啊 上很多的内容的课程 对不对 你去上大学啊 很多的理论课程 商业课程 可是上完不一定会有 这一些呢 都是他的宝贵时间 所累积起来的宝贵经验 大家只要 把刚才所学到的东西呢 一一的把它实践啊 肯定会实践你的梦想 而且呢 如果你要更上一层 刚才讲完了 是基本的 现在如果你要更 advance一点的话呢 8月份你一定要出席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要鼓励大家 7月份呢 大家一定要重新出发 因为现在只是来到一个半年 而且呢 现在还剩下6个月 我们还会有呢 无限的希望 还有无限的机会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失它 好 所以呢 我们在此呢 谢谢大家的时间 最后呢 祝福大家永久事业 报报报 如果呢 还有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这个训练课的内容的话呢 欢迎你 联系你的上线 OK 好 祝福大家 晚安 我们要倒入冬场 我们要倒入冬场 从白天到黑夜 我不需要停歇 we run we run never stop 就像让你知道大雨中我也在奔跑 给年轻的心跳还加上快乐的味道 就像像日葵一样用眼朝着光 有幸福的力量 原来一片真的的希望 高 平反也能善良 对全世界受不悲伤 我有我自在 全世界受我爱 we run for the dream 从白天到黑夜 我不需要倾斜we run we run never stop 就像让你知道大雨中我也在奔跑